40岁的湖南老哥去叙利亚闯道 遇到了真爱 不懂语言 仅仅靠翻译转件 就娶到了温柔贤惠的中东美女 我们去了解了解尹哥 当时21岁的尹嫂 是怎么相识 又怎么恋爱 最后又怎么成家的 哎呀 现在还是很热的时候 现在去见一位朋友 这朋友是一位中国人 在这边娶了叙利亚媳妇 然后在这边找了 生了叙利亚孩子 哈喽 哈喽尹哥 哈喽 这您夫人是吗 啊 现在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阁 我们准备是在首都去转一转去 Can you speak English No English no Chinese No 你好谢谢 没有 没有 还会讲什么吗 你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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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您跟尹嫂是怎么交流的 手机交流 手机谈恋爱啊 对手机谈恋爱 你有点厉害啊 翻译远见 就是你已经就是 远跑到什么程度就是 嗯 基本上那个数字会 然后未跑会其他的一些什么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像烟的话都不会说 啊 那这是谷歌翻译重度用户啊 对 这是来了一个设计俱乐部啊 今天本来要过来打AK的啊 卡卡卡达方起说的 没开门啊 现在是 有发生了你们在修理的 哦 在修理的啊 把那个7.62的小蛋蛋打不成 现在过来打打大蛋的啊 哎 就叫您是哪年来的 是8年 以前在沙特打工 在沙特啊 在沙特打工的天气热亮 白天不出门 是吧 哈哈哈 原来干啥干工程 但是没有 有也是贸易这一块啊 贸易啊 经边打工嘛 啊 再有个机会嘛 就被朋友叫起来 叫来这边一起合作啊 一起合作做生意吗 也是一开始也是做贸易 后面因为这边情况不好 那个经济情况 然后他们这边的 本身的本地人做生意很厉害 所以本地人本地人做生意 就是本地做贸易 做贸易很厉害 因为这边原来有大系的 有个中国留学生 是吧 对对 他们他们对中国很了解这些 哦 是当时亏了多吗 对了 一共也就亏了 我们一起嘛 一个公司一共是亏了一百 一百三十多万 您夫人应该也不到三十吧 没有二十三 二十三岁 对 比较大十七岁 天哪 这也是机缘巧合呗 嗯 在路上认识啊 然后聊着聊着 反正就是比较投 投机吧 比较投缘嘛 那边还上了学啊 对对对 上了学了 应该他现在跟你交流的还是 对 我先跟他吧 你先跟他交流的 透着脸急交流 可以 你家里面人是怎么看的 家里面人很好 没意见 在外面有个家之后 就是我的生活状况也会好一点 嗯 是的 就是有人照顾我 吃饭啊干什么啊 都很好 结婚这边有没有要求彩礼啊 这些 这些有 有要求彩礼啊 但是我给的不多嘛 嗯 给的也就是 七千多人币 爸爸的兄弟 嗯 说是不够 而且要买房 最少你要买房 然后我和他 他无所谓 就是然后他的 妈妈和他的哥哥也说无所谓 只要你两个以后能相处好是吧 真爱嘛 就是说能有好的生活 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彩礼的话 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一下 意思一下 而且这个彩礼也是给他的 没有给他家人 没给家人 没给妈妈或者他哥哥 就直接给他的 反正在这办了个婚礼 对 婚礼的话也没怎么办 就是他 亲戚 亲戚来 然后坐一坐 喝下 喝下茶 喝点咖啡 然后吃点甜点 哎呀 之前一直有人说到去那儿找媳妇 对 网上是有很多人说 容易吗 哈哈哈 你说吧 你至少要在这边 呃 要待一段时间 不是说你过来就找到的 啊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喜欢浪漫 很浪漫的 对 在这边生活成本高吗 比如说每个月大概花了多少钱 嗯 我花的还是比较多的 我基本上每个月花个 呃 看一下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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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美金左右 花个六百 对 算是比较多 对于这边来说的话算是比较多的 天呐 我来这里的时候是一美金换五百续磅 他们的工资是三万 呃 一个星期三万 一个星期就是六十美金 一个月的话就是 呃 两千 对 两百多美金 两百多美金 但是 你看现在现在那个 汇率涨到四千了 一美金换四千虚磅 但是工资只涨了两万 哦 对 工资的话就是五万 一个星期五万 一个星期五万 一个月就是四五二十二十万 就是原来一个月可以是二百四十美金 对 然后短短的三年时间现在变成了一个月 五十美金 嗯 对 天呐 对 因为也是因为这汇率有问题 啊 要是汇率低的话他们的工资 东西都便宜吗 工资也还是算高的嘛 哎 就在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了就是 呃 爆炸声 然后听见爆炸声打开门之后 能看见导弹从我前面那个基地发射 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 天呐 就是那个拦戒导弹嘛 因为他们这边受到攻击之后 S300那些 对 就就会发射发射导弹南京 是吧 对 每个月都有几次 炸的比较近的话就窗户门都会震 前两天好像机场刚没了是吧 这两天不知道好了没有 机场也被炸了 对 对 被袭击了 本来那个贝塔达从大马斯格飞巴格达呢 哦 那不行 那飞不了 没戏了 没戏了 能跟我去黎巴嫩吗 对 嗯 就比如说是他们在开打之前 会不会通知这些平民什么的 不会 听见从来没听见过什么预警指引说的 嗯 听见爆炸声就知道 打过来了导弹 打开门就能看见那个导弹升空 哈哈哈 看到看到 哇 这边是排了一个长串车啊 对 哦 这是干嘛 这是加油吗 加油 哦 哎呦 那是吧加油站会排什么时候的呀 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油了 挺长时间没有油了 对 然后 他是发信息发信息的 发到那个手机上面 发短信 发短信过来 每一张每一台车对应一张油卡 然后他们家的油是这种原价油吗 就是 对 在发信息的这个油很便宜 车零的话是 2006年以下的 就是1100一升 2006年以上的就是 3500一升 哇 就是新车要3500 对 差不多 老车的话就叫那个 回到2块钱人民币 对 很便宜 那就像您家的这个油是什么油 3500 3500 有馅料吗这个油 馅料 3500 25升 根本不敢想象 今天最高温度是45度 然后 要排队加油 他们排队 可能要排4到5个小时 因为现在整个叙利亚的油 特别特别紧张 虽然是产油国 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现在正在去寻找一家产油 拐进了一个小巷里边 在翻译上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哇 今天来晚餐非常分岁啊 这个是酸奶里边泡的饺子 这个是米肠 然后这个是饼里边包着大米 还有肉是吧 酸奶泡饺子 这是这是真饺子 真的饺子 真正的饺子 这个味道挺特别的 泡在酸奶里边 看来小小就打个耳洞啊 对 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一个礼拜就打耳洞啊 啊 男孩就割包皮嘛 哈哈哈 女孩就打耳洞 打耳洞啊 能聊到当时你怎么追他们 反正就是 每天就发信息吧 啊 他也就是说礼貌上的回你话嘛 啊 然后回多了回多了然后 我叫他去去我们公司上班啊 收银 就是就是收钱嘛 鸡帐嘛 然后就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嘛 那就三不三约他喝咖啡 抽水烟 追了几个月订了婚呢 你买 那有 多个月啊 追了四个多月 这是每天都在学习啊 对 学习阿拉伯语啊 白咪了什么意思 同事 啊 啊 这米 再带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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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个赢标 对带个 这米了 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厉害 他又说我不耐烦教他 说我说我很耐烦了 我说我说了一下 应该怎么发音怎么发音 不阿德 他又不耐烦了 他说我说他 然后我说 对我说网上有学的 你自己站网上去 我说不懂得哈 那将来你夫人要加入中国国籍吗 还是 要是 但是加入中国国籍的话 有要求吗 你也必须到国内 要居住 不居住不行 戴口罩那两年 尹哥顺手娶了为夫人 给自己11岁的儿子 选了为母亲 而现在呢也有了自己的闺女 我觉得这算是儿女掌权了 这一定跟尹哥高人的情商有关系 叙利亚女孩不是EZ狗 不过中国人在叙利亚人心中的印象 一定也是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